自古以來 靈媒比比皆時 靈異事件 塵出不窮 極具創意 HK026 帶你進入 神秘的科學靈域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靈異錄的第三十六集 今集我們就知道 我阿Kym就請了我一位教友上來 今天拍攝的節目已經過了指示 如果是中國在歷法來說 這個時間是最陰的 如果我們有想過他在洗手間拍攝 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現在比較陰的 陽氣最弱 陰氣最重的時間已經過了指示 三點多 講回我這位嘉賓 Jocelyn Jocelyn呢 講講她的背景 其實Jocelyn呢 她本身也是在英國讀法的 我們行內的俗語 大家都是法律 很興趣 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我們大家就一見與故 她就是在Scotland那邊 去讀一個幼田的課程 她本身是一個 去讀在法律方面的東西 也是跟幼田有關的 我知道Jocelyn做了一些大賣賣 曾經在拍賣行裡 她也做過 數得出那幾間大的 大家都知道我講那幾間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講靈異的東西 我知道Jocelyn你有很多靈異的東西 不如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記得今天應該是第一個 你曾經跟我說過 有一個很恐怖的餃子 你說吧 你說你說 我初初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一個基督徒 為了聖誕夜去吃餃子 因為教會 那時候知道有很多中國的學生 然後她就說 如果你們來教會 我們會先吃餃子 然後我們才有一個崇拜 就是聖誕夜 在那時候 我們就跟同學一起去教會 其實主要是為了吃餃子 餃子 如果你們來我們的靈異錄 我們都會有盞燈 有盞燈 可以打開 有盞燈 OK 你繼續吧 那在教會的時候 我們因為那時候 聽不入基督教一些關於聖誕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在上面 牧師在說話的時候 自己在說 發夢 我明白 因為我也知道 因為我在聖Steven讀書 早上就一定有一個Morning Assembly 就是關於要唱聖誓 做很多事情 在做夢 早上就在那裡 我有一位印度的同學 他會懂得Palm Reading 就是讀掌文 讀掌文 有一個同學 他是讀PhD的 就是幼田 他懂得土耳其咖啡的Reading 講起這個土耳其咖啡的Reading 其實他很特別 就是他會沖一杯咖啡給你喝 那你一定要喝完 那留下 其實這杯咖啡 他沖的時候 是很濃的 就是很多咖啡渣 是不是Expressory 應該是 那類土耳其咖啡 我知道 我曾經看過 土耳其有很多不同類型 我看National Geographic 還有BBC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BBC有講過 有很多不同的咖啡 有Therky 那你一定要喝完 而且喝完之後 他就會根據那些咖啡 做一些渣去Reading 怎樣Read 我當時也有問他這個問題 我說你怎樣去Read 其實他說他可以看到一些Pattern 即你的Future Life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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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一個茶包 就是一杯 一杯 那你要喝完整杯 那他看過杯 他看過杯裡面的咖啡渣 哦哦哦哦 因為那些是Grand 即是有一粒粒在裡面 就好像隔了 那你那些應該是磨碎了的粉 是的 是粉來的 OK 那他這件事 其實在土耳其 其實是傳女不傳男的 傳女不傳男的 是 而且通常不是媽媽傳給女 是那些阿姨傳給她的嫉女 是的 那當時呢 其實我和另外一個同學 就是喝完他的咖啡之後 其實我喝咖啡的中途 我會覺得有些陰氣上了身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向是一個挺敏感的人 那當時我問我同學說 你覺不覺得有些動 他說他沒有 他沒有這種感覺 只有你覺得動 你覺得行 是的 而他當時說 你記不記得 要透露一下 當時你的方寧是多少 方寧是嗎 十多歲而已 十多歲 沒有沒有 這個是發生在2013年的時候 13年是嗎 不是很久之前 很近之前 很近之前 是的 那你不像體質很弱 那你應該不會覺得冷 其實 如果一冷就一起讀 我會覺得冷 當時是不是晚上客 晚上客 是的 都是11點 都是 打指示 OK 都是這個時間 OK 因為我們大概是7點鐘開始吃飯 吃完飯 即是吃一個很長的dinner 我們今天也吃了很長的 是的 吃完飯可能都是10點多 到10點半的時候 他就說邀請大家 開球 吃完飯 開球 然後就開始玩這個叫做土耳其咖啡 其實之後我去拍到Google一下 是的 它的確是有這個存在的存在 是的 是的 當時我感覺到 是 好像有一幢冷流 就是冷的這些空氣 是由頭那裡滲了下來的 滲了在身上 其實這件事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有說過 其實如果大家相信 是另一個 很多個dimension 現在其實我們人生存在 第四度 即是四個dimension 其實你超越那幾個dimension 是有些人 這個叫做天庭 其實你從天庭 或者這些位置 其實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印度 那些人 你見到小朋友 你不見到他的頭 你知道的 你摸到頭 因為他覺得這些位置 是不可以碰到的 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個很重 很敏感的 神聖不可侵犯 對 所以其實你說有這些 我也聽過很多人 都說 有這樣的經歷 就說在頭那裡 或者有些人 玩完些碟子 銀子 那些東西 就玩到一大群人 玩到 都瘋了 每個人都進了醫院 就是新聞 有很多這樣的新聞 都是說有些很重的東西 是騙著頭的 他們的感覺 也是 你當時騙著頭 就是飄進去 還是怎樣 涼進去 好像一束光 你看到是光 我看不到 但我感覺到是 由上至下 總之有道氣 我當時還感覺到 就是打了一個男生 當他穿過的時候 你個人是自然的 自然反應 那時候是夏天 還是冬天 那時候是冬天 都是靠近 聖誕節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因為 斯科倫實在太冬了 我知道 所以我也知道 我不會去斯科倫 還有一件事 會不會是你急 有時候都會的 有時候急 有這樣的可能 有什麼神秘的東西 神秘的東西 就是當時他可以看到我媽媽 因為當時 我是不知道我媽媽回了鄉下 走回了福建 然後他說 我看到你的媽媽抱著一個 大概三歲左右的女生 看了看應該是女生 很開心在那裡笑 我說我媽媽抱著一個小女生 好像沒什麼可能 因為我姐姐那時候結婚 但是也沒有寶寶 而我們那個同兄弟姊妹那裡 也沒有寶寶 那我就懷疑媽媽去哪裡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抱著一個寶寶 三歲 很開心地笑 她說而已 有時候你也很開心 對 第二天我就打電話回去問我媽媽 我媽媽說 是呀我回了鄉下 現在跟你那個表哥的小朋友 一起玩 我說是不是很開心 她說真的很開心 她帶了給我很多歡樂 因為當時 其實我 距離我爸爸 離開的時候 剛剛是三個月左右 之後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對 我媽媽其實一直都不開心 所以當時說 其實她 那你介不介意透露一下 你爸爸是因為什麼離開的 是突然間 還是因為一些 為什麼你媽媽會知道 是不是一種病 是一直 我爸爸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肺炎那裡 就發現了一個很小的癌症 OK 那如是者就說 你媽媽應該是 一路不開心 其實一路照顧你爸爸 是的 所以她其實一路都是 心裡面都是不舒服的 是一路都不舒服 因為我 爸爸呢 其實一路在她人生裡面 爸爸都很照顧我媽媽的 就是我媽媽是一個 被 take care 的 一個公主 OK 當我爸爸病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媽媽少了一個 prince 一個王子 劇著我媽媽去照顧她 的prince之餘 其實她又要 當 扮演一個nurse的角色 去照顧一個病人 OK 其實我媽媽是她家 她應該有七個 她是一個最小的妹妹 所以她 她一路都是被人 被人 被人 take care 是的 被人 take care 所以她那五年 由2009年到 2008年到 2012年她都不開心 當時我 這一個 其實對你來說是第一個打擊 我相信你都會不開心 其實你當時去試過什麼 土耳其咖啡 其實你那個也不是 土耳其咖啡 只是那套 她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中國人有什麼 銀鮮 碟� 什麼都可以 牙籤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一些人想得出就可以了 一個media 那 Turkese coffee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media 實際上是一個通靈術 對你來說 通靈術 這個通靈術 對你來說 你知道了 未來發生的事情 但差不多是 很快的 同時發生 其實 有些事情 如果一個人准 還可以說 是 撞對 當時我同學 旁邊 就是他一個 所謂的 都是在倫敦的 那他整班人一起去問 對 他很忙 和他一起去喝咖啡 那他就 收不收錢 沒有收錢 OK 那他就 其實 我覺得之後 他們 Turkese coffee 其實是一個 餐後 dinner 後面的一個遊戲 好像我們 我們中國人 我記得 就好像我以前在英國 一到新年 他們的華人 我們就算是國內的朋友 都會邀請我們 整班中國人一起 包餃子 去慶祝 那個Chinese New Year 你們明白嗎 我們有個calendar 看看哪一天 好像 今年的新年 又會算什麼 吃完飯 其實是Entertainment 其實有一點 我現在覺得 類似 好像宋朝 那些 我想起了一首詩 我剛剛上了幾集 《深思智庫》裡面 說過 宋朝的新氣質 裡面有個青茸案 就是他去沿石上花燈 你明白嗎 吃飽飯 就是上花燈 但人家又霸得很美 你們想起一個節目 是 是 那今天找到你上來 既然說到這個 是026的恐怖節目 這個節目裡面 這個餃子又怎樣 和你一起上的關係 你覺得 這個餃子其實是令到我 因為當時 因為吃餃子 就去了教會 是不是 是 因為你為了吃餃子 為了吃餃子 為了吃餃子 去開教會 其實這個不是第一次 我在倫敦的時候 為了吃韓國人煮的那些飯 我也是 之後去參加教會 我那時候還有一個比較 stupid 的東西 就是 當我去教會 就是派聖餐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有這件事 那你為了吃完 我真的吃完 這件事 其實我曾經也試過 我曾經有一次試過 就是怎樣 回教會 你知道 未洗禮就不能吃聖餐 OK 那怎樣 我為了想試一下 小朋友 我為了想試一下聖餐 那塊東西 那塊麥餅 是什麼味道 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就想起小朋友 像山楂餅 那樣 我走去走去 就不是這樣 就放在嘴裡 那我就拿了 拿完了 拿完之後 那些人就追著我 喂 放在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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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發覺 是淡謀謀的 沒有味 其實我這個是第二次 是胡亂吃 你還要吃什麼 我第一次 有一陣子 我去 因為暑假 英國班 香港太貴了 那些機票 我就去了西班牙 一個地方叫 西比爾 那邊 是生產產的 是 那我就去 因為我不想住在酒店 那麼貴 我就想補一個短期的課程 就住在民宿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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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學校比較遠一點的 其實民宿是不是 他算不算B&B 不算 他是算Horse Family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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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住在一個西班牙婆婆的家 那他就養了一個鷹母 那他晚上呢 他就會 很搞笑 他就會 跟一個鷹母聊天 然後他呢 因為西班牙那時候 西比爾是歐洲的大用爐 他夏天的溫度可以達到43度至45度 43度不算太熱了 因為我在B&B那時候 有一個Moderay裡面 我都去到47度 47度 嘩 熱到你真是 即已經心水心汗了 是啊 那他呢 那他呢 晚上為了射那個鷹母呢 他會帶他去看電視 那鷹母呢 就很喜歡看那些情侶Kiss的鏡頭 他一看電視那個鷹母在那裡Kiss呢 他的鷹母就會有反應 會照的 那他呢 那他呢 為了射個鷹母呢 有時他會借一隻小的鷹母 跟他自己那隻大鷹母聊天 嗯 然後晚上呢 他會把鷹母搬到他 他家屋裡跟他一起喝冷氣 那我為什麼說回 就是教會那個食餅的經驗 那我呢 就是由他Horst family 回去西班牙文學校 要踩一個鐘頭單車的 但是夏天你知道很熱的了 早上 我有時呢 是踩到我頭暈穩地的 還有西班牙街道路其實很複雜的 嗯 它可能一個square 它有八條的通道 嗯 那你隨便踩錯一個 你都回不了學校了 那我 我試過 帶著一個博士 是啊 那我試過回不了學校 我就怎樣呢 我就踩到有一個教堂 我就進去教堂 就是叫做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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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時候去西班牙教堂 我就覺得 那邊的教堂真的很宏偉 就是教堂裡面 是很古老的一個歷史 那那個牧師 神父 也是穿了很grand的一個服裝去進行這些儀式 那我那時候也是參與這些儀式 照去吃餅 那有沒有什麼怪事發生呢 有什麼怪事發生啊 當時 沒有 我覺得那裡比較是 就是kind 就是 我覺得最 最深刻的就是那個教堂的 他們的design 和裡面的atomosphere 其實是之後 我可能很少會見到 有這麼 比較old fashion 的 一個church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不妨去一下 就是西班牙 中文名字應該是 塞維尼亞 塞維尼亞 是 它是很靠近這個 摩洛哥 摩洛哥 摩洛哥是非洲的 它是 靠近這個 其實它坐一個船 一個小時 就可以去到 摩洛哥 然後再坐一些巴士 還是什麼train 就去到 Casablanca Casablanca 也是 因為我覺得到 Casablanca 其實是 都有段距離 是 我記得那時候 夏天 在餐廳 都會有一些塑膠管 鋪在餐廳的周圍 然後它就會散發水 派水出來 因為那裡實在太遠了 Jocelyn 我知道妳是周圍走的 就是世界周圍 飛來飛去 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較為恐怖一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恐怖一點 比如說 有沒有那些 我記得妳曾經說過 那些什麼 妳在拍賣行裡做 做些什麼 杯幾千 幾千萬 那些 又很恐怖的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有沒有那些恐怖一點 可以跟你說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很恐怖的 一些不是這個世界的 對 當我跟朋友聊的時候 有時候跟我說 看到什麼 其實我很自然會接受到 他看到一些 靈異的東西 我小時候就經常見到一些 但是那時候不認識 是的 我見過 其實我小時候 妳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妳見過什麼 我見過 其實跟電視裡拍的櫃差不多 就是一個 少女大概十六七歲 穿著白沙 她就是沒有表情的站在那裡 那時候我記得我住在我爺爺的一棟 在哪裡 背景是怎樣 背景就是在馬寶道 馬寶道 好了好了 這個節目好了 來到這裡 馬寶道 OK 好了 知道了 那時候 是一個很舊的建築 大概五十年左右 馬寶道現在的樓 其實現在的樓 屬於 新的 舊的樓已經拆掉了 我最記得有一點 最恐怖的 就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年代 Kim小時候 曾經有段時間是住在北角 那時候我記得馬寶道 那裡有一條街 後面那條街 不是街市那裡 不是春瑩街那裡 另外那裡 就是很多 那些衣服買很便宜 十元二元幾天 沒錯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賣故意 以前有些人 例如離世 他們的衣服 新穿 那些街人 就不想扔掉太浪費 那現在 那些人通常拿去救振軍 或者拿去其他地方捐出去 那當時有些人拿出去買 那就是二手衣服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我們叫固衣 就是一些先人 之前穿過的 那你在那裡見過 那時候 其實我是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 那我就要考試的 那我就經過我爺爺的家 就有一個很長的走廊 那我第一次見到 一個少女很悲傷地站在那裡 穿著一個白袍 那我覺得是自己眼花 雖然我那時候也十幾歲 我覺得是眼花 那我就由那個長廊走去廚房那邊 廚房其實是在家裡的 是在家裡的 那我回頭再走多次 我依然看到她的影子 但是我那時候 影子的意思是你看到她背後 還是正面 前面 正面 質地站在那裡 即是她的動在那裡 什麼都不動 總之是她的動在那裡 是的 而且她的表情就是 應該是沒有轉變的 就是一個表情 你看到樣子 我曾經看過這些 包括很久之前 很多年前 差不多十幾年前 但是我看不到眼耳口鼻 那我那時候有好奇 你看到樣子 是的 我也看到樣子 你到現在還會不會 還記得她的樣子 我未必太記得 但是我記得那個神態 是很悲傷的 那我第二次看到她說不行 我要再去見下第三次 哈哈哈哈 繼續 那我第三次呢 就依然鼓起勇氣 就是由那個睡房那裡 走一個長的走廊 你專門去見她的 我專門去見她的 我專門去見她的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什麼 當時 我是 還是覺得是一個新鄰居 哈哈哈 如果不是鬼是人 我想我會怕會喊的 因為 因為 那個屋是只有我一個人 是不是 是 那為什麼你會不喊呢 那間屋 因為我知道 我感覺到她是一個另體 你已經知道 其實你未見關 所以你都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 知道是不是 還是不是 是否真的有人躲在一個屋內 它就是 第一個回答你的問題 見關的 其實不是見關的 那一次可能是 是 第一次是 一米之內 去見一個靈體 一米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是 是 很遠的地方 應該看得很清楚 是 如果你譬如說 普通平時 我可能會感覺到一些靈體 或者是 你知道中國有些軌跡 大概是 八月還是九月 我知道 我知道 有時候我走出街 其實我有一些感覺 特別 覺得有一點冷 人是有點不安 其實我有一些覺得 你說 中國的中元節 上元節 中元節 下元節 其實是來自道教 後來佛教有什麼木棉舊帽、木棉舊帽 其實阿堅我自己也寫了一些文章關於盂蘭節 其實盂蘭節在我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一個愚民政策 由於朱元璋那年代是只不過找一些道士出來裝鬼裝馬 因為七月其實是一個皇帝登基的日子 或者是安葬的好日子 其實就不是一個壞日子 其實在台灣的亞洲文化館裡面 大學研究所裡面也有說過這件事 而且大部分這種文化都是來自台灣更加迷信 這種文化是來自中國的 所以你說其實如果真的有鬼 應該是永遠一年三百五十五天都會有鬼 就不只是這個鬼子才會有 只是鬼子就是大家做那種氣氛 你又燒我又燒 你明白嗎?那些joint stick 和元寶蠟燭那些 一直這樣燒 通街這樣燒 一彈火 兩團火 周圍一團團 然後呢 當然會有些風 因為他這樣中秋 當然有些風會吹過 好像拍戲 還有導演 令到那些劇情好像很多人害怕 所以我經常覺得一件事 如果你們看 你們怕恐怖的人 其實你們不應該看太多恐怖片 因為導演做那套鬼片可能更恐怖 真實去見鬼 沒錯 我覺得是的 這個就是當時我帶來的 那是否很實在的呢? 很實在 其實 真的很實在 你真的覺得是他人 就變了好像 如果他什麼都變了 但他的影像有點飄 不是正常的 一個人很肯定的站在那裡 飄的意思是怎麼 好像一個沙 一個衣革 就是他很軟 很柔軟 很軟 好像棉花那樣 軟軟軟的 你覺得他 那你有沒有去碰一下他 我哪有這樣 哈哈哈哈 萬一他撲上來 你剛才又說 你剛才又說 你剛才又說什麼 哎呀 其實我跟他保持一米的距離 我是不害怕的 你叫我碰一下 他真的 整個白山 我有一個經歷 很多人害怕 但是和靈異沒有什麼關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我小時候是八獻星來的 那我就去到 我家後面有一個後山 有一個山的 那個山那裡 就有一些很大的 你知道魔鬼魚是怎樣 你去過泰國的魔鬼魚 有一條很大的那些 大條尾翔翔 是的 很大隻的那些 那又怎樣 我在那個地下 看到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大過我們 你想想想 有一個紫妖的尺寸 那我 我看到他瀑了在那裡 一隻東西 是一隻飛鵝 我就瀑了在那裡 因為蝴蝶是碟起的 很大隻 那我就拿一支去哪裡 我當然不會用手去碰 待會他咬我 或者碰 腐臭的 你明白嗎 那他拿一支竹 去找一些小樹枝 那些 樹枝 斷了那些 那我就走回去 先刀一下 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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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打算一下刀下去 其實他應該是 應該不會 我想飛鵝是不會 飛鵝是不應該用眼的 應該是有感覺的 就是好像魚一樣 他有感覺 有些微風的東西 他立刻 他好像飛 他好像怎樣 好像那些 真的好像鯊鯊那些 那些 這樣飛 這樣飛 你想想想 我縮在那裡 打算刀下去 那一下 嚇到那一下 嚇到我離心 那個不是鬼 那隻餓 那隻瀑 因為我想刀他 因為他沒有反應 你明白嗎 但是最奇怪的 是這麼大隻 真的這麼大隻 據我所知 我見過 在馬來西亞 就好像有這麼大隻 但是在阿Kim小時候 都曾經有見過 這麼大隻的東西 所以這個世界上 無其不由 我覺得 其實你想想 有時候我跟朋友說 我們身體 是一個 可以見到的東西 我們的靈魂 其實是另外一件事 有時候 這麼多的人 去世 曾經有人說過 用不同的相機 其實是可以拍攝到 因為我們肉眼 看到的東西 是看得不夠多 譬如我們只能看到 那個速度 有些東西是看不到 譬如我們看不到紅光 我們看不到 譬如有些東西 看不到光 那變成 如果你用相機 或者用什麼 如果高技術的 其實甚至乎可以拍到一些東西 所以網上經常流傳 有些說 拍到靈體 拍到什麼 不過我自己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 雖然是這樣說 我不是很相信 有這麼多UFO的相片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巧合 拍到的靈魂飄了出去 我覺得很多都是 就是今時今日 其實如果你真的做Digital 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現在的科學科技很厲害 你真的去做一些假的照片 或者假的靈魂 什麼出竅啊圖 其實我覺得是很容易一件事 而且很難去 在Legal的方面 我們今天用Logic 就是用Logic 用Logic來講 我覺得很難去證實那件事 真的拍到一些 你怎麼看 我其實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你這樣想起 我那時候剛剛畢業 就在銀行做 就跟一個銀行的同事去泰國玩 有一晚我們就住在一個很高級的酒店裡 通常都是的 開工所 Deluxe的地方 Deluxe通常有美房 人們說美房又要敲門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美房只不過是不用被disturbed 你明白嗎 美房通常 其實說真的 說得逐一點 這個節目 我預計你們都是過了18歲 其實美房通常都是給CEO 或者高級的senior staff 去轉 但通常那些senior staff 出了去trip 或者怎樣 都是不想被disturbed的 只是因為有很多原因 尤其是男士出trip 擔心男士出trip 其實是很多活動 那在美房 如果你是CEO 或者什麼 在美房 其實你是更加自由的 因為基本上你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拍出來的照片 每一張照片都帶了一些雲 就是少少薄薄的雲 你那時候還不是用黑房的 那些 那些 不是 那時候我記得那天晚上 我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那些照片 是黑的 就是曬菲林 是曬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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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記得我們 手刀打開那個 電視機下面的櫃桶 都會看到聖經 就是擺了聖經 那你已經覺得很安全了 是嗎 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去泰國擺聖經 不是的 聖經是有的 因為他會期望你們很多外國有客 那你一拔出來 有些人喜歡晚上的聖經 因為他覺得是陌生的地方 他覺得不安全 那是不是要帶上Muslim 那不是很好 整個library 那我不知道 那時候的導遊 其實有跟我們說 如果有聖經的地方 你自己要小心點 可能會發生過一些 這些事 其實大家如果看回我們 2.6 我們曾經是很早期很早期 不知道第八集 還是第幾集 我不記得了 總之阿Kim 還有在2.6 有一些說過 聖經打開 不一定代表有鬼 千萬不要覺得 聖經打開了 因為是獨獨獨 驅魔 其實不是 但是聖經是 譬如我去過 甚至乎去馬來西亞 那些地方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酒店 上面一定會放下一個方向 因為他們要向那個方向 去跪拜 而且其實都很隨便 因為不可以說是隨便 他們不會加段時間 一天好像幾次 可以去騎幾次肚 一定要休息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 讓別人去騎一下肚 變成就是 你想想一個 一個經濟上來說 其實他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 一天五次 其實很Muslim 那次講回那次的經歷 對 那個人 我其實那一晚也是有感覺 我一睡了覺 我覺得我去 睡在你旁邊 我覺得去了一個夜市 很吵的周圍旁 你發夢還是真的半夢半醒 半夢半醒的時候 剛剛那個人坐在床上 但是你完全不怕那位小姐 那位女士 十多歲 還是怎樣 大概什麼年紀 我是說泰國那次 你已經說泰國那次了 對 對 覺得很吵 周圍都是聲音 隔不久 可能我旁邊睡的那個 是打哭 就是打哭 OK Yawning Yawning 當我醒來 為什麼突然有另一個世界 回到那個世界 就是真實的世界 你去到那個時段 就是好像現在很多 那些聖言專家 還有一些psychologists 他們說人在睡覺 以及在清醒的狀態 正常人的那個階段 那個elvet stage 是很短很短的 很容易就醒了 就是很簡單的 但是有些人如果撞邪 或者有些人去到 去接觸靈界一些人 有些人譬如說 他長期不夠睡 或者怎樣 他在那個elvet stage 是特別長短的 或者打通 就是他們 那些打坐的人 有些人為什麼說 走火入魔呢 他們打打坐 他們會令到 他睡覺時間少了 中間就去打坐 冥想 那些medication 他就那段時間去休息 還有打開那個tracker 那變成了他們那個清醒 和未清醒 就是睡覺的那個 和清醒的那個 那個stage 是長了 當那個stage 一長了 其實就有一個gap 這個gap就是另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 就很容易有其他一些東西去介入 所以其實你說的話是有些根據 是有這個可能性 你這樣 你提到這件事 我去上海的一次 我 因為當時 我們都是做些fashion jewelry 去上海 去Novatel 上海的市場 Novatel 那當晚 我們去set up set up會場 差不多是八點幾 九點幾 回到酒店的時候 他下面有一個專器 賣那些肉 肉石市場 肉石市場 擺設那裏 那裏 他當晚 他就告訴我們 他明天就不做了 他就給了個價錢 我們好像當時是二千多元 就任我們選八件的 就是一些肉 肉手環 和一些擺設 那我當時 就是選了 都選了八件的 那後來 多划算 二百多元 五千元差不多 八件 對 後來有一個這麼大的 差不多 我想 幾多個CM 這麼大的圖 就是麒麟 麒麟 那個造型很美 我就 港價八百元 把它買下來 這個麒麟 其實回到香港 就發覺很古怪 我最初就是 就好像我們去鴨寮街 收拾東西 對 就不可以亂收拾東西 真的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人家砍進垃圾桶 或者等到冷房 你不要想著這麼笨的東西 搬了 你三個就搬了 尤其還有一件事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那些香奴 不要別人隔壁那些 那些香奴很美 拿一個 又收拾回家用 這些東西 不會拿回家 你知道當晚發生什麼事嗎 當晚就是 我擺在睡房裡 拿麒麟擺在睡房 對 半夜我就發覺 我好像自身在一個泳池裏面 因為周圍就是 鹵鹵鹵的 我到現在都想不起 那時候是在夢中 還是在現實的場景 即是它發出那個綠光 其實它整整整個房間 那個房間大概是 綠光我想提提大家的東西 有時候我只是這樣說 不要什麼都將跟靈異有關係 因為曾經 我用陰謀論去說 你知道我覺得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是有鬼 但是就沒有什麼都跟鬼斜訊關 就是始終一件事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狗仔隊 或者有些記者 或者很多東西 你說的那些 我想都不是很多年前 其實早早已經有很多 比如說夜視鏡 晚上去偷排別人拍照的相機 其實除非你用了遮光布 或者某些東西 他們一般來說 是可以對著你 如果你在房間 或者你有窗 如果你有窗 他就這樣撕一張照 其實就可以撕敷裡面的東西 因為如果普通的窗 不是遮光布 不是特別厚的那些 但是他唯一一樣東西 早期夜視鏡 如果不然為什麼 那麼多明星可以被人偷拍到 他會黎明啊 諾基兒啊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什麼 先說一下 這個節目 嘉賓和主持 不代表本節目的 節目立場 OK 好了 我知道他們拍照 就算拉著窗簾也好 比如我們現在做節目 拉著窗簾也好 如果旁邊有些東西 那些東西 其實他可以演繫得很清 但是他唯一早期 有個閉端 就說 他會打中 綠光 是很光很光的 那些綠光 你突然會發到很快 是閃一下的 那就是很光很光的 一定會令到你 光的 會塗到你的眼 很厲害的 你那些光會不會感受到 我當時是感覺到 是綠光 那我好像在一個泳池 泳池的一個角落去看 一個大的泳池的感覺 你是不是肯定你睡 你會不會睡著了 那這個就是 當時我 我就放了下去我那間房 那我媽第二天 我就把它放在廳那裡 我就醒了 我知道我地晚 我想 have a good sleep 所以我就放在客廳那裡 You just need a second confirmation 對 所以當時我媽 因為當時我爸爸 又不是那麼舒服 我媽就睡在廳那裡 誰知第二天 你知道她跟我說什麼嗎 她說 Jocelyn 我昨晚很害怕 我們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客廳 我們那個綠燈 沒有關定什麼 還是什麼 電視那個 那個 remote control的問題 我看到呢 我半夜醒了 看到整間屋都是綠色的 我當時我不敢跟她媽媽說 那個是我們買回來的東西 因為我怕她罵死我 扔又不是不扔又不是 我只是可以在心裡 都不是很貴而已 不是很貴而已 我只是可以在心裡 感覺到很guilty 很guilty 令到她整晚都睡不到覺 她說她在沙發裡 看到她的綠光 她說整晚整間房都是綠色的 我都嚇醒了 我又包了一點點東西給大家聽聽 就是一點點內幕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香港 香港仔那裡 有一塊地方 譬如華富邨那一塊地方 那裡有東西 華富邨那裡 有一塊地方 他們有很多神像偶像 那些人不要的東西就丟在那裡 也有人去那個地方 撿很多 然後又拿去回頭買 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簡單 很多時候 譬如說 順便說一說 阿Kym也有做殯儀 大家都知道 其實 有一些 差不多很多都是這樣做的 很多都是 大家明白 紅白意識 要塗那些花 那些花用完又再用完小 你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那些藕醬 那些藕醬 那些藕醬 很多都是這樣 複製的 那還要玩一下 有時候大家買那些古董 那些古董 那些培果葬 你明白嗎 那些屍體有 那些屍骨 那些 那些一定是皇帝 那些身份 或者那些身份很特殊 那些人以前才有些沒有 還要培葬很多 很多培葬品 有些就放在外面 另外一個架裡面 來刮多幾個洞 有些就直接放在 然後再放在棺材裡面 那個殼裡面 那個角裡面 那好了 以前有些舊的 就是有個石角的 如果是皇帝那些 然後裡面再放在棺材裡面 那好了 那有些就在棺材裡面 那慈禧就是 我知道 他們就是裡面 那些衣服被人倒 慈禧的帽子其實被人倒了 那後來連他那件衣服 因為他那件底衣 穿裡面穿的底衣 我都看了歷史書 我才知道 那底衣服的樓 全都是珍珠的 哦 那這套墓者 就到了 那底衣服的樓 都整了 哦 所以有時候你想想 那些所謂的古董 你也住多這些古董 古董 我做過 在一間英國的公司 在香港拍賣 那時候 大家都猜到是哪一間 那兩間而已 是不是 如果大的話 那兩間 那時候 都很多古董 可能是有些很細建的玉 一些唐朝 清朝的擺設 到一些瓷器 當時 我對著那些古董 是沒有太大的反應 我感覺不到 那些古董 裡面可能有些歷史 或者一些靈魂 但是當時 靈魂的靈魂 當時 當時 拍賣的東西 是比較貴的 是一隻 應該是 唐朝的 一個小的盃 一個景德鎮出的盃 透明度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那隻盃 就是 拍賣的 起步價 是2300萬 2300萬 港幣 是的 我當時 初初 我沒有負責 去移動那隻盃 我只是負責 大概是60萬 至80萬的 一些 Ceramic 瓷器 當我當時 去搬這些 60萬至80萬 其實我已經很害怕 是害怕的 因為它有一個玻璃櫃 裡面 首先打開 打開玻璃櫃 然後就捧出來 但是那個架 就是擺那個瓷器的架 它應該很緊的 是嗎 不緊的 它其實是動一下的 動一下 嘩 可能下面那個架 歷史久了 它那個fitting 不是那麼fitting 是的 我經常都 我當初 拿兩隻手去搬的時候 其實都害怕的 人家打破了 哇 你下次配60萬 都要做幾年了 哈哈 這個是 當初搬 那就是最最低的喜好 我明白我明白 我看到那杯子有什麼故事 是不是有什麼故事 那中一個就沒有 因為晚上我們不在 我想這些靈異故事也會發生在晚上 其實我是有時在想 因為我們有時喜歡做創作 有時我們寫文或做一些東西 我挺喜歡寫詩 我喜歡做一些故事 我有時在想其實 大家想起靈異的東西 如果古董是有些 所謂有些 從傳統的角度來講 中國人傳統就覺得 現在方家成有流傳 說古物裡面要潔淨過的 不潔淨 裡面有一些污髒物在 說得直接一點 如果是這樣 博物館一到晚上 如果沒有了 保安或怎樣就走出來 是的 尤其是大英博物館 這個不用說了 很多層 網上經常都拍到很多照片 古古怪怪的東西 是這樣的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 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下一集還有什麼要分享 下一集分享一下我們在歐洲的一些經歷 咦 歐洲的靈異經歷 對 對啦 不要怕 這個可能的 好 那今集多謝大家收看 OK 拜拜 拜拜 拜拜